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亚洲嫌疑行程是否包含台湾依然保密到家 对岸却没打算等到谜底揭晓 30号平潭实弹军演警告异未农 我国国防部则回应国军运用联合勤奸针手段均能全程掌握共军动态 会以料敌从宽原则进行评估 我们对于国际友人对台湾的支持来访都非常的欢迎 而相关的行程来往的时间等等都尊重防兵的安排 张开双臂欢迎国际友人面对北京动作频频 即使学者警示裴洛西访台恐怕引发台海危机 台湾还是很难说出拒绝 我们美国的好朋友来我们都欢迎 但中间的风险要好好评估 对于国际友人访问台湾我们都是表示欢迎 只要是对台湾的整个的区域安全 或者是台湾的所有的经贸 或者是民主自由有帮助的 我们都是表示欢迎 即使北京恐吓异味农 蓝营也不当刹车板 年底九合一大选在即 不让台美友好非绿营莫属 而且就在对岸平坛军演同时 中科院也宣布将进行实弹涉及 汉光演习刚落幕中科院紧接着透过渔业署网站公告 八九月将在屏东九棚发射无限高飞弹 且共六天 但发射哪种飞弹等细节 因为涉及机敏中科院跟军方都尚未对外透露 只是公布时间点恰好就在裴洛西访问亚洲 以及中共军演之际 也让关注度大大提升 TVBS新闻李明辉李国正 叶峰伟李怡婷台北 此外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